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日本的宅院总是喜欢幽静一些 尤其是有钱人家啊 他们待的地方相当偏僻 归农先生的宅院非常安静 明明在阴岛市 但是他周围全都是树屋 院子里边索菲亚坐在石桌旁边 身体微微颤抖 此刻的他显得非常犹豫和挣扎 就算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还能见到香猪 而且这一天他还活着 甚至很多次索菲亚都以为 香猪早就死了 在那片大海上 尸体都被鱼侠给吃光了 那段经历 那个男人 对于索菲亚来说 都是已经埋藏在心底 大概永远不会被想起的东西 但是这一切都回来了 香猪为什么会在这儿 而且找到了自己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索菲亚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她现在唯一感到紧张的 就是希望让香猪赶紧离开 离这里有多远就走多远 因为一旦被自己丈夫知晓了香猪的身份 她一定会死 因为自己的丈夫 她根本就是 叮咚一声 门铃响了 这个声音让索菲亚吃了一惊 整个人都猛地站起身来 她看向门口的位置 停顿片刻她才反应过来 有人来了吗 这个时候 怎么样都不该有人过来呀 那么 按门铃的会是谁呢 难道说香猪又来了吗 想到这儿索菲亚莫名的紧张 同时也是非常激动 香猪对于索菲亚的感情 十几年没变过 而事实上 索菲亚以为她死了 从百万星岛离开之后 索菲亚经历了什么样的事 只有她自己清楚 而那些经历非常痛苦 那个时候 她就经常想起来 如果香猪还活着 一定不会让自己受那些委屈 可惜她已经死了 所以索菲亚强迫着自己活下去 为了香猪 同样为了香猪的孩子 后来辗转她来到了岛国 就在索菲亚脑子混乱的同时 门铃声再次响起 这回她不再犹豫 朝门口的位置走去 此时门外响起一个年轻的声音 请问贵农先生在家吗 啊 不好意思 我丈夫出去了 没听到香猪的声音 索菲亚有些失望 同时她一颗悬着的心 也放下了 她心里边自然的想着 赶紧把外面人打发走吧 外面的人接着说 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治安队的 最近呢 针对附近的治安问题 有一份采访 需要您填写一下 可以吗 这让索菲亚有些意外 没想到居然是治安队的人 采访表吗 这种事啊 以前倒也有过 不过啊 不怎么多见 可以等我丈夫回家以后吗 啊 不好意思啊 请您放心 很快就可以搞定 不需要太久 麻烦您了 听到这儿 索菲亚把门打开了 她看到 门外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年轻 一个看上去啊 得四十多岁 两人穿着治安队的衣服 看到自己之后啊 马上拘了一个宫 已经在岛国生活了 很长时间 索菲亚呀 同样拘了个宫回礼 请进来吧 既然已经开门了 索菲亚只能邀请他们进来吧 就这样两个人走了进来 三头鹰自然跟在李高楼身后 他觉着相当意外 这李高楼一口流利的岛国话 就这本事不多见啊 不过他们已经进入了 闺农先生的家里 也见到了相助魂牵梦绕的索菲亚 接下来 那就要调查一下啊 李高楼进了院子之后 很随意的问了一句 龟农先生工作很忙吗 这问题让索菲亚微微有些慌乱 他每天都要郊区上班 晚上才会回来 索菲亚呀 很快的给出了答案 李高楼听完点了点头 然后跟三头鹰进了院子 就打算他要开口 问点什么的时候 他却不经意间 看到了一样东西 就在院子靠着东边的一侧 那是一块很大的黑色长布 把那间屋子完全遮了起来 包括窗户都是如此 看上去相当精致的一个院子 因为这块黑布的出现呢 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怪异 就好像莫名的有种阴森 注意到李高楼的目光 索菲亚说 那是我丈夫工作的地方 不好意思 三头鹰点点头 实际上他没觉着 一块黑布有什么特殊的 但是李高楼的双眼 却依旧盯着那块黑布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 似乎都放在那了 旁边的两个人觉得奇怪呀 不明白李高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至于说小李同学 他这会儿当真是非常惊讶 因为他从这块黑布上的 一些丝线 发现了某些不一样的 就在这黑布上边啊 有着一些黑色的丝线 沿着某种纹路绣出来的 如果不仔细看 你不会发现 但是李高楼事实上 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 因为那些个纹路 或许在别人看来 没任何特殊的 但是在李高楼眼中完全不一样 失落的符号 没错 这东西李高楼之前的时候 已经见过 而且从何思奇的口中 获悉了这种东西的名字 失落的符号 那五份羊皮博书上边 都是同样的东西 何思奇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拼击和研究之后 确定那上边应该记载的 是某些非常古老的 很有可能是史前文明的遗迹 但是因为羊皮博书 少了一些关键的部位 所以究竟所谓的遗迹 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 打那之后 李高楼一直在留意 看看能不能找到 新的羊皮博书 而现在 他看到了相同的符号 谁能够想到 索菲亚这丈夫 居然会跟这失落的符号 有关系啊 李高楼看看索菲亚 我可以走进去看看吗 这让索菲亚有些意外 他更觉得奇怪啊 一块普通的黑布而已 干嘛李高楼会如此痴迷呢 他有点犹豫 他也不知道啊 是让他看呢 还是让他走啊 虽说看上去 她是这家的女主人 但事实上她自己清楚 自己就是一个幌子 龟农先生 也就是自己这位丈夫 在索菲亚眼中非常神秘 同样 他对这位丈夫 也是深深的畏惧 那么自己贸然答应他 真的会没事吗 就在索菲亚呀 在琢磨的时候 李高楼已然走到了 那块黑布的旁边 随着他凑近了一些 将这块黑布看得更加仔细 尤其是那些符号 这符号究竟什么意思 李高楼可不明白 但是他觉得 何思琦应该知道 可是如此仓促之间 他也不可能把何思琦带来呀 所以怎么办呢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拍张照片给他发过去 想到这儿李高楼 给三头鹰使了个眼神 同时看了索菲亚一眼 三头鹰多聪明啊 李高楼一个眼神 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三头鹰看向索菲亚 请问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啊 索菲亚下意识的 抬手指了指某个方向 但是再看三头鹰的体型 想了想之后 还是决定了自己带他过去吧 于是跟李高楼打了声招呼 两人穿过了旁边的一条小道 去到了后边的屋子 院子里边可就剩下李高楼一个了 李高楼赶紧掏出手机来 然后把这块黑布拍下来了 确定啊 照片啊很清晰 没什么问题 他继续端详 试图发现一些其他的 结果还真没想到啊 这一看还真让他有了新的发现 就在这些失落符号的中间 也就是啊 完全被包裹的位置 他看到了两样东西的轮廓 其中一样东西 似乎是某种龙形的图案 另外一种东西 却是一把钥匙的形状 李高楼脑子当中瞬间 蹦出两个东西来 龙符 冥王钥匙 李高楼完全就愣在当场啊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会突然之间有了如此的发现 头皮发麻呀 同时李高楼开始快速的回忆着 关于自己得到龙符和冥王钥匙 所有的经过 尤其是从何高安那所嘉明修理厂里边 帽子羊皮薄书就是跟钥匙放在一起的 至于说第一枚龙符来自于苏家 谁能想到这些被自己身体所吸收的东西 居然都跟仪式的符号有关系 并且都出现在这么一块黑色的布匹上 所以这些是巧合吗 还是说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呢 脑子里闪过这些念头 李高楼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于这位龟农先生的了解太简单了 看来这家伙真如香猪所说 绝对不是正常人 那么多人 感谢их明星事件 还请不及带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